2023年诺贝尔奖项各项得主从2号开始将会陆续揭晓 首先公布的是医学奖 本年是由西班牙裔美籍生技科学家卡里科 跟美国宾系法尼亚大学教授魏斯曼获得这个殊荣 卡里科跟魏斯曼的研究成就 是促成第一种对抗新冠肺炎的辉瑞跟莫德纳疫苗 在公布之前这两年的呼声就已经非常高了 奖项得主将会获颁1100万瑞典克朗 整个台币大约是3388万元 紧接着3号4号5号分别会接奖 物理奖以及化学奖还有文学奖 而众所瞩目的和平奖会在6号公布 9号则是压轴的经济学奖 未经许可,是产 malicious 未经许可,不得庭